現在示範 測量我們所測量的優酪乳的密度 首先我們把天瓶打開 開光是ON跟OFF 放上一個小燒杯 那阿元個人的習慣是 如果我們測量是粉狀物的話 會放上一張鋁箔紙 鋁箔紙不要碰到其他地方 萬一灑出的時候 鋁箔紙更換就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不這麼做 好,那現在它量到的是 燒杯的空中 我們按下這顆歸零鍵 就可以讓它歸零 這時候呢,我們取個tip 一樣,再次提醒 我們取用這種濃稠液體 定量體積的技巧就是 先壓第一段 再壓第二段 放稠的時候 一樣慢慢的放 把液體慢慢的抽上來 加到燒杯的時候呢 只放第一段就好 只放第一段就好 好,現在來操作這個 我們假設已經混勻了 按下第一段,再壓第二段 好,這時候呢 它的體積會大於1毫升 我們就慢慢的放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數字的增加 好,這樣子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tip 吐掉 吐掉的時候請記得 慢慢慢慢的放開 再吐掉 或者可以用手慢慢拔足 可以減少 它的回勝 一樣,取第二根 第一次是1.07 一樣,我們把它歸零 所有東西都可以在裡面累積 壓一段,壓兩段 抽 只放第一段 慢慢放 好 結束 像阿圓怕放上去會回勝 就用把的把它拔掉 好,這樣重複三次以後 我們就會得到 1毫升體積所得到的重量 就可以算出它的密度 再回推的話 就可以按照衛生署 所公佈的生菌素檢測方法 推算出每公克所含有的CFU 開始